因为我们一直都会认为人有人像 物有物像 每个人有自己的八字 每个人出生的情况之下 就会不同的所谓的你喜的颜色 跟你记的颜色 同样的在这个家居方面来讲的话 也会因为方向的不一样 所以它要的颜色 需要的颜色也是不一样 当然如果真的是要针对于每一年 我们就会根据这个九宫飞行图 去了解到底在每一个不同的范围 什么颜色可以加以的去利用 什么颜色可以加以的去趋吉避凶 简单的来说 我们在这个九宫飞行图 就是在这个老鼠年来讲的话 本身来讲的话 其实有几个地方的颜色 其实是不太建议就是放这个红色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南方的位置 南方的位置来讲的话 它本身是在这个叫做二黑这个病痛心 它是属于一个小病痛心 那么它本身五行属性是属土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我们不要去吹望这个病痛心 所以红色系列的颜色 它反而就是火生土 它就会吹望这个病痛心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南方的部分 就不建议就是放红色 另外一个就是五黄 这个就是大的病痛心 它就这么巧是落在东方的位置 所以这个东方的位置呢 也是不建议放这个红色系列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地方来讲的话 假如你这么巧 你的墙壁有这个主打色是红色 橙色紫色的话 可能就是在这个鼠连的话呢 可能你就要稍微去粉刷 换下别的颜色的系列 那么什么颜色可以放红色呢 其实就在这个北方的位置 因为北方的位置呢 它其实在这个鼠连呢 属于是四飞位 四飞位呢本身它是叫做三臂四飞星 是属于五形属木的 那么我们需要这个火呢 把这个木烧掉 血减掉 所以反正就放红色系列的东西呢 可以帮助化解这个四飞星 所以假设你家的这个北方的部分 你可以其中的一个主打墙 你就放这个红色系列的东西 它可以就是加以就是化解这个四飞星 OK 这个是颜色方面的一些帮助 如果本身呢还是想要比方说 吹望自己的喜庆的位置来讲的话呢 其实今年来讲的话呢 喜庆位置呢是在这个西方的位置 所以西方的位置来讲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多放这个红色系列的颜色 它可以帮助就是吹望这个喜庆 最后要提醒你的是 如果是在立春之前 也就是杨历2020年2月4号前 风水布局是依据诸年碧季的方位 而立春之后则要依据 数年碧季的方位